上一期节目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 这一点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就因大家的要求 到室外去实测一下 改造后的外置镜头效果到底如何 在开始测试之前 我想先来回答大家几个提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直接装这个手机外置附加镜头不行吗 为什么要拆CMOS呢 确实市面上有很多外置的手机附加镜头 有超广角的 也有微距和长焦的 甚至还有望远镜 有些镜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提升虚化能力 但是基本上有一个通病 就是对焦范围有限 比如微距镜头 基本上只能在10厘米以内的范围拍摄 望远镜最近对焦距离估计要到3米以外 除此之外呢 因为是在手机镜头的基础上 叠加了附加镜头 来实现额外的效果 所以从画质和虚化能力上 都是有所损失的 但是我这个改装是让外置镜头 直接成像到CMOS 所以能实现从微距到无限远的平滑变焦 而且因为避免了过多的镜片折射 所以画质也还不错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一种叫做DOF的外置配件 也能加强虚化效果 为什么不用它呢 DOF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摄影附件 它的主要原理是让镜头成像在对焦屏上 然后手机去拍对焦屏的影像 就能实现虚化的效果 有点类似电影院里面拍电影画面吧 但是这个产品的弊端还挺多的 第一个就是对对焦屏的精度要求很高 它其实是一种菲尼尔透镜 如果放大来看的话 很明显能够看到环形的结构 所以DOF不能支持很高的精度 像4K这种基本上是不用想了 第二点是因为它是翻拍对焦屏的画面 所以不可避免会有进光量的损失 大概会损失30%左右 第三点呢 由于菲尼尔透镜结构的原因 DOF的胶外光斑会出现 让人非常抓狂的虚化效果 看上去一点也不美观 第四点就是由于中间增加了磨砂屏和镜片 变相增加了整体长度 而且它成的是一个倒向 要在photogear里面倒转一下画面才可以使用 好那接下来呢 我就去室外给大家测试一下实际的拍摄效果 为了进行对比呢 我片子中部分画面用的是 索尼A12002加92毫米的镜头进行拍摄 你能看出区别吗 节目最后我会揭晓答案 看看你猜对了没有 本集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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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的乐趣主要是让我能够沉浸在改造的过程中 不断地发现并解决问题 能够把自己脑中的一个幻象变为现实 这不是很有意义吗 好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想看主摄的改造过程或效果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收藏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